郭药师却先后效忠三个国家 那么这位三朝打工人 他背后有多少难言之言 到底是因为贪婪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欲望 推动他不断跳槽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频繁跳槽 原因很简单 事多前少 心里委屈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也是一借口 这种频频跳槽的事 如果穿越回古代 那绝对是要出大事 古人无论男女讲究从一而终 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 丈夫对君主也应该从一而终 如果我们频频想跳槽换老板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人因为跳槽跟对了老板 后来就有机会能成为名将 也有人叛祥不定 经常跳槽 就会背上三姓家奴 这样的千古骂名 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 给辽 宋 金 三国 三朝 都打过功的 这位跳槽名将 谁呢 郭耀师 我们知道在北宋末年 宋朝和辽国 先后出现了昏君 宋徽宗和辽国的天作地 耶律延西 这正好呢 也使得当时的中原大帝得到了平衡 为什么呢 辽国和宋国完全平衡了 也就谁也欺负着谁了 但这时候呢 万年阿古达建立金朝了 迅速崛起 面对着忽然攫取的金国 辽国呢 等于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位 影响辽宋金三国命运的武将 就对郭耀师的 这哥们一生呢 也是丰富多彩 跌宕起伏 他从默默无闻 到一方霸主 最后呢 又沦为阶下囚 更令人惊叹的是呢 他每一次跳槽 他都能改变一个帝国的命运 极大影响了北宋末年那种乱局的 那样的发展 当然了 有人也说 郭耀师这个人比吕布更无耻 吕布呢 只是认了三个人当干爹 郭耀师呢 却先后效忠三个国家 那么这位三朝打工人 他背后有多少难言之隐呢 他到底是因为贪婪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欲望 驱动他不断跳槽呢 我们本一集就要详细讲一讲 在开讲之前呢 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伙咱们多多的发弹幕 多多的交流 我们前面也讲过 宋朝的徽宗皇帝呢 还有大太监铜冠等人 和金国密约 一起想灭辽国 结果呢 大便也没有得到 还暴露出宋朝的军队 战斗力低下 把底露给人家了 当时那金太宗审时度势 他就在公元一二五年深秋 下达诏令 整合军队就开始了 对宋朝的全面进攻 当时金军呢 是两路攻宋 湾延宗汉呢 为左副元帅 攻太元 湾延宗汉 有的时候史书上 也就称为詹汉 湾延宗旺呢 还为右元帅 攻燕京 湾延宗旺呢 史书上有时候也写作 《窝离部》 这两位大将最终的目的地呢 就是宋朝的都城东京电梁 那么金军猛攻开始呢 一向骄傲自负的大公务同贯 那宋军的孔帅 马上显现出他没有南根的真本色 嗷了一声 一直就跑回东京了 那么燕云地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早就手术两端的辽朝祥宋将领 郭耀师 他就深恨宋朝对他不够好 就抓住宋朝的燕山之府叫蔡靖的 连同燕京城一起作为见面礼 向金国投降了 郭耀师这个人呢 是渤海铁州人 他本来是辽国人 我们也都知道 在辽朝末年呢 契丹的军队越来越差 金国入侵的节奏越来越快 于是辽国就招募辽东 那些因为女侦人进攻而流离失所的汉人积民 使这些人抱怨与女侦 就组成了怨君 郭耀师呢 这个时候就被辽国委任为这支部队的头套 后来呢 怨君 这名字不好听 又被辽国呢 改为常盛君 一理一讲 郭耀师啊 虽然说作为一个辽国人 但他和女侦人应该是有阶级仇和民族恨的 降宋之后呢 宋徽宗还以皇帝之尊亲自在京城接待他 对他礼欲甚厚 赐给他甲地 美妾 数次在内宫艳影招待他 郭耀师本人还特会演戏 当时宋徽宗就让他 你把辽国的天作地捉过来 为什么捉过来呢 以决阉人之望 当时这老郭还剃气济绝 在地上一跪 一脸眼泪 表示说我自己绝对不忍心去追逐昔日的雇主 毕竟是我从前皇帝呢 我不能把他给抓了 郭耀师这个表演呢 宋徽宗当时还以之为忠 你看这个人挺忠心的 就更加信任这位降将 当时还把自己身上的一个猪袍解下来 然后让人弄两大金盆一起赐给了郭耀师 当然啦 作为郭耀师的新东家 宋徽宗不可能就是金银珠宝啊 贾地美妾啊这么简单啊赏赐给他 不久呢 宋廷还下诏 拜他为太尉 郭耀师呢 这个时候凭借了宋朝的赏赐 又有钱又有地儿 一下呢 就筹兵到三十多万人 后来呢 宋徽宗又听说的郭耀师 他所率的军队 一直不改军服的辅色 依旧是左人 因为当时汉人是右人 但是他还穿着辽国从前的服装 因此就派出同贯的大公公以寻编为名 最终目的就是监视郭耀师的行踪 就怕他再反复 又投降金国 同贯大公公到达之后呢 郭耀师对他纳头便拜 马上啊 拜这个同贯为义父 同大公公也特感动啊 啊 马上扶起来说哎呀郭元帅 你看您官位跟我一样 你也是太位啊 干嘛对我行此大礼啊 当时郭耀师一脸忠贞 太师您就是我再生老父 别的我一无所知 而后呢 郭耀师又拉他一干爹 老公公同贯 然后向他演示战斗阵法 就把他军队都排出来了 呵 喜的大公公是眉飞色舞 早就忘记了徽宗皇帝 嘱咐他见机行事 如果郭耀师有背叛之间 就把他给我裹挟灰京 早就把这事给忘了 不久之后 金国大军忽然杀到 郭耀师这个时候挺干脆 手中虽然有精兵数十万 他立即联手投降 向金国这个军将来迎拜 而后呢 充当向导先锋 向宋朝东京就杀来了 再后 金军两次攻宋 郭耀师每一次 都当这个金军的得力英权 当时呢 金国军队呢 九宫宋国的这个太原啊 攻不下来 宋朝的当地军民呢 在当地的这个主帅 守将 张孝纯带领下拼命防守 湾安宗汉呢 一边围城 一边派出一只兵马呢 依旧往东杀来 宋朝呢 忽然听说 金兵大志 上下乱成一团 徽宗皇帝这个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一是袍 二是和 于是呢 他匆忙派出大臣 一个叫李叶的 万分火急 赶往金阳去讲和 这位李叶呢 找了一个金军讲和 怎么谈的 怎么不知道 但这人回来之后 朝廷之上 得自己亲眼所见 就在朝堂上啊 大讲特讲 金军的强盛 怎么讲呢 人如虎 马如龙 上山如蓝 下山如塔 其事如泰山 夸完了金军气势之后呢 李叶得出结论 中国如雷鸾 中国就指他自己的大宋 鲜明生动 比喻恰当 扬敌人置气 灭自己威风 当时李叶这一说 把殿上那些大臣 和开封军民气得够呛 对于金军禁逼 汴京这个事 宋徽宗怎么反映呢 公元一二五年 因历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惊又下 得了半身不随的宋徽宗 宣布 他把自己的地位 内善给他的太子赵衡 他自称太上皇了 由此宋亲宗继位 改元晋康 什么叫晋康呢 就是说希望国家安定大吉 其实当时的太上皇宋徽宗 也就才四十四岁 盛壮之年 又惊又下 又得了半身不随了 不得已才内善退位 转眼就到了一一二六年 宋亲宗继位了嘛 他也心急火燎 严令宋将死守黄河一线 但是呢 宋朝大将梁芳萍这些人 都是十足的九能饭蛋 金朝军队还没打到进前了 都望风而逃 于是呢 大鼓大鼓的金军在五天之内 全部安全渡过黄河天险 没有宋军一兵一卒在此防守 汴京城内 在大臣李刚这些人的坚决要求之下 宋亲宗下招亲征 同时呢 他爹太上皇宋徽宗一行 脚底抹摇 就往江南方向逃窜 这边是儿子御驾亲征 那边是老爹 提前跑路 所以说当时宋亲宗也是又急又气 李刚虽然是文臣 临危受命 他就在东京城外布房 最终呢 使得进宫的金军死伤一万多人 最终也不能破城 攻城的湾元宗汉这些金军将帅 也知道 是攻入汴京太不可能了 然后也派人讲和 看到金军来讲和 心中根本没理的宋亲宗 看到的和约就如同蜜水之人 看见一根稻草一样 马上报住了 照单全收 和约规定什么呢 亲宗皇帝称金太宗为伯父 原来燕云一代的汉人都归金国 宋朝还要搁太原中山和剑 三镇给金国 而且还向金军呢 缴纳这个五百万两金 然后五千万两银 作为军费 宋朝方面 亲宗皇帝 还对金国的要求有求必应 那么这朝中大臣呢 怎么反应呢 多是怕死之人 当时那宰相李邦燕 坚决支持何意 而中书侍郎王孝迪呢 为了凑齐金人孝敬金军 就在朝中一个劲的吓唬自己 同僚这些大臣 倘若我们不给金炎 给金军不讲和 金军公务东京之后 男子杀尽 妇女鲁尽 公事焚尽 金炎取尽 你们等着吧 毕竟有这么多大臣附和自己 宋亲宗就派出宰相张邦昌 委任他为纪义使 而且还派出他自己的义母弟弟 康王赵构为人质 到金营去议定合约 不过呢 赵构过去当人质 最后呢 就等于被当成冒牌货给退回来了 据说当时赵构到金营 充当人质 金乌珠看了他一眼 就立马说 你肯定是个假亲王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可能就是赵构 少了宋朝亲王那种 身上常有的 荣雅温润的那种气质 所以说金乌珠就把他给遣回了 不久之后 宋朝大臣李刚在这边京城外呢 严密不防 而且宋朝各地秦王兵马陆续赶来了 特别是西北名将崇石道和姚平忠 这两个人陆续率领西北进族赶道 这些人呢 到了之后呢 都强烈的主张皇帝 绝对不能和金人讲和 崇石道和姚平忠这两个人 包括他们手下的西北精兵 一直在西北地区和西夏交战 因此他们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能打仗 比起京城那些禁兵呢 他们绝对是见过大场面和真敌人 这样的军将 当时呢 这大将姚平忠呢 还首先布置其席 想在夜中啊 对金军进行结营 不料想城内的宋朝的主和派 故意把这宵宵泄露给了金人 而结果呢 姚平忠偷赢失败 为此呢 金军统帅万安宗望来大怒 就派使者就过来入城 赤问宋朝 你为什么失信啊 你怎么还偷袭我啊 宋亲宗一听啊 害怕 赶忙下诏 罢免李刚和崇石道的 他们两个人的职务 谢罪之余 然后就马上和金国完成了三镇的交国条约 一个欠字仪式 就正式把三镇交割给金国 东京城内呢 民怨沸腾呢 老百姓愤愤冲进各处公门 还有太宣征陈东 率领宋万人 一确尚书 要求朝廷重新重用 这个李刚等人 而且只斥六贼祸国 这些人罪不容诛 城内大乱 这个时候汴京城外是什么情况呢 城外的金国军队 得了三镇 还有无数金银 又看到来源的宋军越来越多 就怕夜长梦多 建好就收 因此呢 人家收兵而去了 由此呢 汴京被金军包围一个多月 此后呢 终于暂时逃过了一劫 趁着汴京老百姓闹事 这个机会 宋亲宗本人呢 在此之前还特别恨他的父皇 徽宗身边那帮坚定之臣 于是呢 就下诏 把这个王府啊 梁石成啊 李燕啊 朱勉当人都处理了 不久呢 他又下诏 把这个蔡京呢 远流到外地去 还下令处决了 啊 蔡京的儿子 蔡悠 还另外一个兄弟 当然了 宋亲宗的上述举动 一方面是平民愤 一方面呢 也是抱他自己的私愿 宋朝方面 啊 亲宗皇帝的儿子忙着报仇 他老爸呢 徽宗皇帝忙着跑路 我们要知道 宋徽宗往东南跑 这一路之上呢 他那些大臣啊 啊 跟随的越来越多 而许多呢 都是他当国时候的宠臣 特别是蔡京和朱勉这两个人 他们先前在江南经营多年 啊 根深蒂固 他们这些大方的人完全可以 拥有宋徽宗呢 到了江南之后 自成一国 对此呢 宋亲宗非常气愤 针锋相对啊 连下树道招旨啊 来抵消他父亲徽宗皇帝 在当地他自己颁发的圣旨 各地官员呢 这个时候也望风成旨 逐渐就开始漫代 宋徽宗这位退休皇帝了 此外呢 徽宗皇帝 本来他在江南民间啊 他就名声特别不好 为什么 多年以来 他那花石缸 在当地招致了很多的怨恨 这次逃亡呢 他身边那些人 在沿途又大肆亲咬百姓 使得处处老百姓 对他们怨声载道 民便是一触即发 当然了 最让徽宗皇帝 包括他左右那些人揪心的是什么呢 是铜冠带来那数万圣洁军 这些军人啊 基本都是西北人 大老远背井离江跑到江南 都不想再继续走了 郁郁思乱 都想回老家 徽宗皇帝呢 门室大家啊 他当然知道 先前隋朝 跑到江东 徽宗皇帝是怎么死的 因此呢 天天也是心惊肉跳 不得已 最终呢 只得率领他手下那帮人 继续回到汴京 金军第一次撤围 离开汴京之后呢 宋亲宗等于是更加稳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皇位坐完了 于是呢 逐渐开始下诏 削除衰宗皇帝 从前那些旧缠 最终呢 把这铜冠 也给解决掉了 彗宗皇帝在回汴京的途中呢 又想去河南府 他暂时居住在那里 当时的宋朝河南府就是洛阳了 就这被他儿子 秦宗皇帝一口回旋了 我们要知道历史上啊 宋亲宗从他当太子这么多年 到他当皇帝 一直是以仁诺著称 但你这个人再仁诺 也不能容忍他父亲太上皇 在洛阳那地方又另立中央 最终呢 失势失权的宋徽宗 丧家犬一样返回汴京 他左右几个亲随太监呢 马上就被亲宗下令也扣押了 然后呢 又把他爹软禁在隆德宫 其料想 此时成了高级囚徒的宋徽宗 一下子变得英明起来 他深知金兵啊 会再次来攻城 就哀求儿子亲宗皇帝准许自己呢 来再到洛阳招兵买马 这时候呢 宋亲宗好不容易成为真皇帝了 岂容他的老爹宋徽宗 再出京抓兵权 因此断言拒绝 无奈之余 宋徽宗一想 儿子你都不相信我呢 他又建议亲宗皇帝 说咱们父子一起 到江南一带去寻姓 实际上就是哀求儿子皇帝 和自己一起 赶紧撤隆 汴京这个四战之地 结果呢 又遭到宋亲宗的言辞拒绝 到了此时此刻 宋徽宗想和他儿子宋亲宗 亲自见面都难 失势的徽宗皇帝呢 天天就在书信当中 尊称儿子为陛下 自称的老卓 即使这样 他还是不能打动 忍惊受怕这么多年 他的儿子亲宗皇帝 根本就不理他 当年阴历 十月十日是天宁节 就是徽宗生日了 实际上宋徽宗啊 是阴历五月五日生日 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的风俗啊 这天生的孩子非常不祥 所以他继位之后呢 就把自己生日改为十月十日 也称为宋朝的一个大节 叫天宁节 老爹生日啊 作为仁子的亲宗皇帝 不得已 也要去隆德宫 替他爹徽宗来祝寿 徽宗皇帝本人呢 先自饮一祭宫 什么叫一祭宫啊 一大西牛角 一大杯 酒咣当咣当喝去了 然后又亲自斟酒 颤诚为帝给儿子 太上皇给自己酒 亲宗皇帝本来想喝 结果呢 他随从 盲踩他脚后跟 暗示说皇帝千万别喝这酒 亲宗皇帝呢 忽然醒悟 哎呦 老爹给我这酒不会有毒吧 于是呢 他坚决不饮 我们要知道 酒席宴上 一般人给咱们敬酒 不喝就都是失礼 何况是爹给儿子敬酒 儿子坚决不喝 好 徽宗皇帝看见此情此景 嚎啕大哭 掩面入宫 那那酒有毒吗 肯定没毒 就是这父子之间的关系 已经到达这地步 见面之后 亲宗皇帝下令 严密封锁隆德宫 由此呢 这徽宗皇帝 再也无法得知 宫外任何消息了 等于呢 他就成为最高级的 这种皇帝囚徒了 与世隔绝了 当时呢 宋亲宗为了和金国议和 已经把主战的大臣 李刚给扁出朝外了 同时呢 派他弟弟汤王赵构 持国书 然后呢 又到达 金国的营中 和他们议和 赵构这一行人呢 走到死州 还宋朝大将宗泽 就力劝赵构 你不要再去 金军那里去议和了 以免呢 王子殿下 您再被对方扣押 于是呢 赵构就折转南下 接下来又发生什么呢 就公元一二六年秋 湾元宗汉 湾元宗旺 这两个金国统帅 重新集结军队 还照样化不露 兵分两路 就往这汴京杀来 金军呢 围攻太原城 一个月 当地军民死伤惨重 太原最终被金军攻下 不久呢 贞定府也被金军攻陷 贞定府就是今天河北正定府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呢 身在京城的宋朝名将崇石道 以忧愤而死了 等于是给气死了 当年阴历十一月 金军呢 就杀到了河阳 就是今天河南的梦省 河对面呢 有宋朝将门世家出身的 蛇艳志率领十二万宋军 扎营后阵 当时金军玩心理战 架起几百面 牛皮大骨 连夜派着轮流猛敲 生生不息 转天一大早 金军忽然发现 对面的蛇艳志和他手下 那十来万宋军 跑的是一个不剩 由此呢 兵不血刃 金军就渡过了黄河天险了 那么这个宋军统帅 蛇艳志到底什么来头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代救生圈非常先进 我们要知道 夏天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呢 肯定是有游泳的 为了安全起见呢 好多人 尤其到户外 一定要带上救生圈 过去呢 一直有人 就认为救生圈 是由欧美传荣 我们中国的 实际上早在两三千年前 我们中国就有了救生圈了 宋朝的时候呢 更是发明了环形的这种木质的救生圈 实际上就讲 刨有苦液 既有身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时就用干葫芦 摘下来挖空 然后挂在腰上 这种大葫芦呢 就能使这个人的身体漂浮在水面上 轻松的渡过河流 由此呢 我们可以想见 这个葫芦 最早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原始的救生设备 后来呢 反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 或者在河里呀 海上陌生那些人 一般都会在船上呢 准备一些葫芦 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进一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呢 当时的一些这个水上生活的人呢 还会把几个葫芦绑在一块 由此呢 增加这个福利 使得福利更大 古人呢 还给这些葫芦绑在一块的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吧 起了个名字 叫什么 叫腰洲 这种救生圈呢 现在看起来很简陋 但是在早期呢 绝对是还是很靠谱的 这种水上救生用品 到了宋代呢 救生圈的制作方法就先进多了 宋朝人开始用远制的木料 芦苇羽毛 这些物品吧 编制成一个环状物体 由此呢 人们钻进去 就可以让这个环状物体拖住身体 实际上在从形状上讲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救生圈了 这种救生圈使用起来呢 要比那葫芦瓜呢 要方便得多 而且也稳当得多 你想那葫芦瓜又大又小啊 有可能它不平衡 宋代人呢 称这种救生圈呢 叫什么 叫福环 根据一本书 宋碧类钞 这本笔记记载呢 南宋抗金兵将韩世忠 曾经派他手下大将王全 到金山去抗击金兵 临行前呢 韩世忠就对着王全讲 你不要用船渡江 那个动静太大 敌人会发觉 于是呢 王全就给他手下士兵呢 每一个人发了一个用软木制成的符环 还绑在腰上 以此呢 来渡过江去 这些宋朝士兵在王全带领下悄然过江 金朝士兵完全不知道 因此呢 这个突袭之下啊 这一部这个金国的军队是全军覆没 当然了 现在的各种救生设备呢 随着科技团长出现的不少 什么救生艇啊 救生衣啊 样样齐备 但救生圈 这个传统的装备呢 依旧被我们现代的人所保留 不就是说在野外啊 或者在现在的游泳池啊 我们都能看到救生圈 可见的救生圈啊 还绝绝对对 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救生工具 没一说中国史 说的你不知道是 下次见